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一條消息 就是中共的一個退休的高官叫黃岐帆 發表了一通關於香港地位的講話 他在這篇講話裡面說香港的地位不能夠 僅僅按照他的GDP來判斷,按照GDP判斷 現在深圳、上海、北京都已經超過了香港 GDP總量超過了香港 人均GDP跟香港比還有差的比較遠 但是因為這些城市人口多嘛,所以總量超過了香港 但是黃岐帆說不能夠僅僅按照GDP來看一個城市的地位 他說香港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為什麼呢? 他說了幾個理由,第一個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決定香港地位非常的特殊 大陸那些城市即使是將來GDP超過了香港 兩倍三倍他說都不能夠取代香港 因為那些城市實行的還是社會主義制度 而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 實行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呢,他說不能取代香港的 是香港是這個改革開放過去40年當中 資金進入大陸的通道,他說大陸改革開放要吸引資金 但是50%以上的資金都是從香港進去的 他這個還是打了一個折扣 實際上60%以上接近70%的資金都是從香港進去的 這個資金不僅僅有香港本地的資金 更多的是國際上的資金,這是第二個理由 那第三個理由就是香港還是國際上最大的轉口貿易的中心 香港的貿易量每年是7000億美金 一個700萬人的城市有7000億美金的貿易量 這個是相當驚人的,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達不到 所以說他說香港地位不可取代 那麼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黃岐帆說這番話呢 我們先不來分析,不來推測他的主觀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看他的客觀的效果 然後再從客觀的效果結合其他的事件 結合其他的材料,我們再來分析他的主觀動機 那客觀效果有兩個,第一個就是黃岐帆這番話 在給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反送中陣營打氣 香港人現在的這個反送中運動可以說是如火如荼 但是大家還有一個擔心,就是中共會不會哪一天 把心一橫派軍隊直接進入香港機箱坦克開進來 把香港的一國兩制徹底的否定掉 香港大陸的外交部的發言人不是說了嗎? 中英聯合聲明都已經是過期的歷史文件 現在已經作廢了,這就是好像在給香港人發出一個信號 說是要廢除中共過去向香港保證的一國兩制 現在黃岐帆告訴大家不會,因為香港你地位不可取代 是因為香港現在實行的這個制度 香港實行的是什麼制度呢?資本主義制度 大家千萬不要誤解資本主義制度 絕對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私有制 也不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再加上市場經濟 還有一個重要的成分就是法治,健全的法治 這是香港的一大特色 香港的法治是直接繼承了英國法治的這個傳統 繼承了英國的這個法治體系 它的這個法律是非常的完善的 司法是獨立的,是公正的 只有在這一套法治體系底下,世界各地的那些公司 那些商人才能夠放心的進入香港在這個地方做生意 然後從香港跟大陸做生意 只有在這種法治的保障之下 人們才能夠真正的得到經濟上的自由 才能夠真正的免於恐懼 大家進來香港做生意和香港從香港和大陸做生意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地方的法官會收受賄賂 會走後門,會汪法裁判 然後剝奪你應得的權利 大家沒有這種恐懼,香港才能夠繁榮 香港能夠繁榮了,中國大陸才能夠得到世界各地 進來的這些資金、這些貿易 所以香港的這個制度,尤其是香港的法治 香港的自由,這是香港的最大的資產 這是讓中共絕對離不開香港的一個重要的資產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中共會真正的過來派軍隊過來 摧毀香港的一國兩制,這是在給香港人打氣 那麼還有第二重客觀的效果,就是在向習近平打臉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習近平在這一場反送中運動 這一場政治風暴當中,接二連三的犯錯誤 主要有三個錯誤,第一個錯誤 就是這一場運動,這個反送中條例 根本就不應該提出來 根本就剛開始的時候就不應當拿出來修訂 這個條例修訂,這就是一定會是通過習近平 和他的這個領導班子,是他們同意的 林鄭月娥給他天大的膽子,他也不敢擅自做主張 習近平他們為什麼要這麼修訂這個法律呢? 他就是想把香港完全納入自己的控制當中 暴君這些獨裁者,他們都有一個引頭 就是他們想把任何事情都控制在他們的手中 香港在他看起來在過去他沒有完全通盤的考慮的時候 香港他就覺得這是他的統治之下的一塊飛地 那個地方的人很多人可以不聽他的 因為那個地方有法治的保障 但是他沒想到整個事件會發展到這麼嚴重 他以為只要把他們納入控制了 香港還是一個下蛋的經濟 但是他沒有想到如果是香港沒有這個法治 如果是香港像中國大陸其他城市一樣 對他扶手貼耳完全聽從他的指揮 那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他剛開始的時候就不應當提出來 一提出來香港人就肯定要反對香港的地位 肯定要受到損害,香港的法治肯定要受到損害 那麼他犯的第二個錯誤呢? 就是他沒有能夠及時的調整政策修正以前的錯誤 剛開始你提出送中條例的時候,可能政治預見性不足 預見不到會亮成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 但是到了6月9號,100多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的時候 到了6月12號,2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的時候 你就是個瞎子你都能看得見 這一場政治風暴不會平息,除非是你把這個條例給撤銷了 但是習近平選擇繼續亡抗,繼續堅持他的錯誤 他告訴林鄭月娥你只能夠暫時的終止這個條例 但是不能夠答應完全撤銷 結果這就亮成了後來三個月警民衝突、官民衝突 愈演愈烈造成了警察公然的破壞香港的法治 法治不是政府制定個法律來懲罰老百姓的 來治理老百姓的,而是主要是用來控制公權力 讓他在一個法律的框架內運作 對於人民的自由威脅最大的不是那些罪犯 不是小偷,不是殺人犯,而是政府的公權力 因為這個公權力極其龐大 他們如果是不依法行事的話 那麼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所有的人的自由就失去了保障 所以法治是用來治理政府的 那麼現在這個香港的政府、香港的警察 尤其是這三個月的時間對於法治的破壞 那可以說在香港歷史上是前所未有 這不僅僅包括警察過度使用武力 不僅僅包括警察公然的拿槍、拿催淚彈 或者是布袋彈,貧射這個人群造成了這麼多的傷害 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細微的地方 他們在所有細微的地方都在破壞法治 比如說香港的警察在街上攔住市民 要查他們的手機 這就是公然侵犯香港人的人身自由 侵犯他們的隱私權 這在香港的歷史上前所未有 這對香港的法治造成了重大的打擊 這些打擊、這些破壞需要去修復 習近平又犯了第三個錯誤 在這個時候他已經意識到了 必須得撤銷這個法律,他也撤銷了 但是他又犯了第三個錯誤 他拒絕恢復已經不破壞的法治秩序 怎麼樣恢復呢?香港反送中運動的 他有五大訴求,習近平答應了一條撤銷法律 還有兩條,至少有兩條他要答應了 就能夠恢復這個法律秩序了 那哪兩條呢?第一個就是要成立獨立的調查機構 調查警察在過去這幾個月過度使用武力的情況 是誰下的命令,是誰執行的 哪一些人犯的錯誤,哪些人破壞了法律 哪些人應當受到懲罰 這個不調查清楚,香港的法律秩序不會恢復 如果是警察,如果是政府官員在大庭廣眾之下 眾目睽睽之下犯下了這樣的暴行 破壞了這樣的法律,得不到懲罰,沒有人負責任 那麼今後香港人香港官員 他們哪裡還會尊重法律呢? 香港人民如果這一次不能夠讓這些人,違法的人受到懲罰 那麼法律就蕩然無存了 所以說這是第一條,成立獨立調查機構 第二條就是要釋放那些被捕的反送中運動的參與者 這一次有一千多人被捕,那在香港市民的心中已經產生了恐懼 法治被破壞的時候恐懼就會產生 只有把這些人徹底的釋放了 而且撤銷他們的控罪這種恐懼感才會消失 那麼恢復了法治消除了恐懼 所以這場運動才會平息下去,憑良心說 我不認為這一次絕大多數的香港人 他們一定要實現真普選,雙普選之後才會平息這場運動 不是的,只要能夠恢復香港的法治 把香港法治水準恢復到反送中條例提出之前的那個水準 他們就會平息這場運動 而習近平現在犯第三個錯誤,繼續拒絕 當然他是要通過林鄭月娥的口,林鄭月娥就是他的傀儡 通過林鄭月娥的口來拒絕香港市民提出的這兩條訴求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法治就破壞了 那麼香港獨特的地位,在整個中國獨特的地位 也就受到了損害了,所以說習近平就連著犯了三個錯誤 而黃岐帆的這一番講話,實際的效果也就是在打習近平的臉 那為什麼他要打呢?咱們來推測一下,來分析一下他的動機 黃岐帆這個人是在中國政壇裡面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人 非常有能力,首先他是很能幹的一個官員 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是一個技術官僚搞經濟的 所以說他在上海在重慶都是負責管經濟的官員 而且成效還相當的不錯 那第二個就是他非常圓滑,在官場上面非常圓滑 在誰的手下他都能夠幹,跟誰他都能夠打著交道 都能夠和平相處,比如說他以前是在汪洋的手下 幹的時候也幹的挺好,後來薄熙來跟汪洋算是政敵了 在薄熙來手下他照樣幹的很好,後來薄熙來出事了 要被抓起來了,那個時候顯示了他的第三個特點 就是他轉方向選邊站特別快,特別的有決斷 所以薄熙來倒台的時候他沒有跟著薄熙來一起完蛋 而是得到了習近平,得到了中央的其他的那些元老的支持 他繼續留任,甚至還升官了,後來當到中央委員 現在他雖然是已經退休了 但是他在中共政壇上面的不倒翁的這種名聲 那是留下了,大家都知道這個人相當相當的厲害 雖然他的背景不強,但是能力很好,政治嗅覺很敏銳 那麼這一次他為什麼突然要出來講這番話 為什麼要來給香港反送中運動打氣,又對習近平打臉 這個確實是耐人尋味 習近平在過去這七年的執政當中可以說做什麼,什麼失敗 所有的這些他的政策各個方面內政外交方面全盤的失敗了 幾乎是沒有一樣搞成的,所以這個讓中共黨內的很多人 對他是相當相當的鄙視的,同時對他又相當相當的氣憤 為什麼呢?因為他搞的反腐運動 實際上就是選擇性的用反腐來打擊政敵 中共所有的官員幾乎就沒有一個不貪腐的 幾乎沒有一個不貪腐的,所以說這個反腐運動 他不可能真正的是在反腐,他只能是打擊習近平的政敵 所以提倡反腐的那個人實際上是藉此來搞肅反 這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所以很多人對他相當相當的不滿 應當說除了習近平他自己的那個小圈子以外 所有的其他的人都感受到了這種壓力 都受到了這種脅迫,所以都對他不滿 因為這個鄙視一方面又是不滿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的地位實際上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 現在他唯一能夠自保的就是這些人,他還不能夠聯合到一起 一旦這些人聯合到一起,找到一個公開的渠道 來向他發難的話,那他的末日也就到了 那麼現在有一件事情,有一個會議即將要召開 就是四中全會,19屆四中全會計劃在10月份召開 這個會實際上是在去年10月份就應當召開的 但是一直推,為什麼推呢?因為習近平怕中共的這些黨 這個元老這些高幹在藉這個機會來向他發難 所以這個會一推再推,但是現在實在是再推不過去了 習近平就在擔心會不會成為眾多的對手攻擊他的一個戰場 那現在我也確實是聽說現在中共黨內的很多的人 在為此做準備,那有很多的人在列舉習近平的 多少多少條罪狀,多少多少條犯過的錯誤 他們不會直接說罪狀,就說習近平同志 就是執政以來,當了黨的總書記以來犯下了哪些錯誤 在哪些政策上面有失誤 這個列起來就是一長串,要練的話 我估計一個小時還練不完 所以現在有人正在整這些材料 那麼是不是黃岐帆是在適應這個形式呢? 黃岐帆我們剛才說了,他這個人是政治敏銳度特別高的 他是一個不倒翁,他過去投靠的那個主人 現在如果是不行了,他會馬上轉向,毫不留情 而且出手相當的狠,相當的準 就像他過去對付摩西來一樣 那麼這次是不是又在對付習近平呢? 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 他是在受到了黨內某些派系的指使 在做這一件事情 而他認為走這一步對他來講是對的,是安全的 因為習近平現在他沒有力量來打擊這些派系 也就沒有力量來打擊他 他現在是一個退休的人 而且在黨內有能幹的這個民生 用他來試一試這個水溫 這是完全完全合理的一種推測 那麼到底會不會四中全會會不會發生 我們拭目以待,大風起於清平之末 現在黃岐帆的這一番講話 是不是就是在清平之末的大風醞釀的前兆呢? 我們等待四中全會看結果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